好 那我们现在示范 示范我们这个APP在手机上所执行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这个时候先把我们的远端操控的页面 先把它打开 这是我们目前手机的状态 目前手机是平躺在桌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坐标加速的X分量跟Y的分量 事实上大约都是在零的附近 大约是在零的附近 那我们目前把如果我们是将手机竖起来 那我们可以看到Y的分量 事实上它就会非常的高 甚至会接近 如果完全正确的话 它是应该是接近9.8的情况 稍微晃动一下 才会做一个改变 目前来说这个 这个Image Sprite 它是并没有任何的一个动静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用我们键盘 或者用我们手指直接触控 触控这个 这个角色 好 然后再把它中指 好 然后再把它中指 好 这地方我们把它中指 好 这地方我们把它中指 中指比较不是那么容易 好 然后我们用手直接触控 好 它又驱动了 然后稍微往右边一点 往前 然后再把手机竖起来 然后手再去触控这个角色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示范的过程 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